引用的作用 引用是指在说话或写作中 使用一些名人或者现成的话 以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修辞方法 一般来说 引用可是所要表达的语言 简洁凝炼生动活泼 还能够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提供有力的论证增强说服力 另外 引用还有画龙点睛 升华文章主题 调动读者兴趣等作用 引用又分为 引引和暗引 以及防引 引引就是直接运用原话 常见形式是用引号 暗引不直接引用原话 把想要引用的句子 间接地运用到自己的话中 防引则是保留一部分原话 另外换上某些新词 另外 引用诗歌能增强文章的 诗情画意 引用传说故事 还能够增强文章的传奇性 引用主人公原话 能够突出人物形象 直接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等 顶能够突出人物形象